在我们介绍完了Converse为我们提供的三种最为基本的图形变换的函数以后 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更加深入的来理解图形变换 那么这部分内容呢相对应对数学的要求比较高 而且也比较的复杂 所以我在这里呢只是简单的提及一些更加细节的概念 如果大家听完以后觉得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翻查图形学的课本 基本上任何一本讲图形学的图书都会对图形变换这个话题做非常深入的分析的 事实上图形变换的实质是对一个图形的所有的顶点坐标进行一次再计算 那么这个计算的过程是由一个叫做变换矩阵的矩阵来完成的 对于我们现在介绍的是二维的绘图系统 这个变换矩阵是一个三乘三的矩阵 如果是三维的绘图系统的话 这个变换矩阵相应的就是四乘四 那么这个变换矩阵的样子就像这些PPT上所展示的一样 是这个样子 在这个变换矩阵中主要的参数有六个分别是ABCDEF 在这六个位置 对于这六个参数来说 它们分别控制着不同的变换 在这里我进行了罗列 A控制着水平缩放的值 默认的情况下A的值为1 B控制的是水平倾斜的值 默认值为0 什么叫倾斜 我们一会可以做实验 大家就理解了 C控制的是垂直倾斜的值 默认值为0 D控制的是垂直缩放值 默认值为1 E和F分别控制水平和垂直方向的位移值 默认值也为0 也就是说在不进行图形变换的情况下 这个变换矩阵相当于就是100010001 那么数学好的同学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矩阵 也就是所谓的一个单位矩阵 当我们想对一个图形进行变换的时候 只要对变换矩阵相应的参数进行操作 操作之后 对图形中各个顶点的坐标分别乘以这个矩阵 算出新的顶点坐标即可 那么在converse的绘图系统里 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函数 让我们改变这个变换矩阵 这个函数叫做transform 这个函数可以传入六个参数 分别是我们刚才介绍的ABCDEF 六个在变换矩阵中起到作用的参数值 所以我们也可以不使用translate scale 或者是rotate函数 使用transform这个函数 直接改变变换矩阵 来完成图形的变换 下面我们来实际的实践一下 现在大家来看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是我尝试使用transform来进行绘制 进行的一个实验环境 那么在这里我用注释把刚才的变换矩阵标注了出来 为了方便大家去做对比 那么这个代码本身很简单 我设置了红色的填充侧 设置了058一种蓝色的边框的颜色 并且外边框的线条宽度设成了5 之后我使用save和restore 在这之间进行了绘制 绘制之前使用刚刚讲过的transform 进行了一次图形变换 不过刚开始我传入的这个矩阵是100100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这样的一个矩阵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单位的矩阵 对这个图形应该没有任何变化 我们一会可以验证一下 那么紧接着我先填充一个矩形 后对这个矩形画了一个y边框 那么这个矩形是左上角在5050长和宽 分别是300300的正方形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程序此时的运行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此时就绘制出来了一个 左上角是5050长和宽各是300300的正方形 这也说明了我们transform所设置的初始值 是对这个图形没有进行任何改变的 下面我从最简单的开始实验 我首先改变transform这个矩阵的e和f的值 它们应该控制的是水平和垂直方向的位移 我把这两个值改成50和100 那么我们再来看此时程序运行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在水平方向多位移了50个像素 在数值方向是多位移了100个像素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下面我再实验这两个值分别是a和d 它们应该负责的是水平和垂直方向的缩放 我把水平方向的缩放值改成2 把垂直方向的缩放值改成1.5 此时大家看一下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此时水平方向伸长了2倍 垂直方向伸长了1.5倍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变换前后的效果 这头注意水平和垂直缩放改变这两个参数 依然有我们之前说过的两个副效果 大家可以比较出来 左上角的坐标也产生了变化 同时可以看出来这个边框 横向边框的宽度是宽于竖向的边框的宽度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B和C这个倾斜的效果 那么在这里我把这个B和C尝试着改成0.2 大家看一下效果 那么可能我的这个屏幕的宽度是不够的 所以在这里稍微加宽一下屏幕 此时程序的运行效果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倾斜的意思 在垂直方向和在水平方向都倾斜了0.2 具体0.2为什么倾斜了这么多 这是一个数学的推导的过程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找来图形学的课本 看看这个点到底是怎么通过这个变换矩阵计算出来的 如果了解了这个计算过程 就很自然的能理解这个倾斜度的问题了 另外这两个参数也可以取复值 如果取复值的话 大家可以想象倾斜就会向另外一个方向进行 那么到此我们就详细的介绍了transform这个函数的用法 在这里我们引入了变换矩阵的概念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不妨用自己的图形绘制库使用变换矩阵 变换不同的参数 实践一下 看看取不同的值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同效果 相信这样的实验会对大家深入的理解变换矩阵 有更多的帮助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使用transform设置变换矩阵 每次设置是在之前的变换矩阵的基础上进行设计的 也就是说transform设置的变换矩阵可以产生几连的关系 在这个例子里 我连续的调用了三次transform 那么这三次transform分别进行了水平的移动 进行了图形大小的缩放 并且进行了倾斜的操作 那么这三次变换效果是一次一次的附加在之前的变化效果上的 大家可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结果是这个样子的 在我们实际开发的过程中 有可能产生了多次的transform的集连 我们已经根本不知道如何从当前的变化矩阵 变化到我们想要的一个变化矩阵了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 converse为我们设计了一个新的函数 这个函数的名字叫做site transform 那么site transform的意思就是忽略掉之前所有的transform 也就是说首先将当前的变化矩阵设置为单位矩阵 之后再用传来的参数作为全新的transform 大家可以看我加入这行代码以后 这个site transform中的参数100100100 只是在水平和垂直的方向位移了100个像素 那么这样的一个设置由于我使用的是site transform 将直接让之前所有的transform的效果失效 只使用当前的这个site transform中所传入的变化矩阵 大家可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就是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多位移了100个单位 而之前transform设置的缩放效果 倾斜效果全都没有了 我们在这一节的最后又介绍了两个设置变化矩阵的函数 transform和site transform 希望大家把他们的区别分清楚 也多多尝试transform的集联效果 以便日后能够更加灵活的运用变换矩阵 进行图形的变换 大家加油 进行图形的运用变化矩阵 谢谢观看